关于大世界来关心 先前被称为猴豆的M痘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疫情失控 现在已经宣布 M痘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么这是世卫所发出的最高级别警示 代表疫情很有可能从非洲传播到全世界 原本称为猴豆的M痘疫情 在非洲快速升温 今年以来病例数超过1万4千件 已有524人死亡 跟去年相比 病例数暴增160% 死亡案例成长19% 偏偏疫苗严重短缺 非洲M痘疫情有9成6都集中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 M痘病毒跟天花病毒 都是痘病毒科的病毒 2022年世卫曾宣布 猴豆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如今M痘病毒出现变种 致死率从两年前不到1% 提高为3%到4% M痘病毒人畜共通 之前在法国还发现人传狗的病例 担心疫情失控 世卫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 并致力于协调全球的应对措施 权力遏止病毒四处蔓延 刘雍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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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